台湾艺人大S徐其源与大陆商人汪小飞结婚7年 育有一对宝贝儿女 汪小飞26日透露 原本计划带家人回北京上学和生活 但看到北京红黄兰幼稚园 爆出害人听闻的虐童和性轻猥亵丑闻 大S哭得不行 也让他感到却步 大S和汪小飞2010年结婚 2014年产下女儿汪西奥 去年5月生下儿子汪七林 而在大陆长大的汪小飞原本有意 将一家四口袋回家乡 让儿女在北京上学和生活 不料近期爆发北京红黄兰幼稚园 虐童和性轻猥亵儿童事件 汪小飞26日晚在微博透露 大S这两天只要一想到被虐海童 细小的骨头骨架被那些烂手摆布 就哭得稀里哗啦 让他非常不舍 他表示 世界的爆发也让他又减了一分 因为不知道怎么去给老婆孩子一个承诺 给他们一个安全感 为此他呼吁 在我爱你的时候 把我们孩子也交给你的时候 也请你照顾好我们 流露出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担心和关爱 不少大陆网友纷纷回应 真的没必要在内地上学 台北吧 为了孩子留在台湾吧 台湾社会的爱心和人情好太多了 红黄兰幼稚园是中国知名的贵族幼稚园 近期成为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22日爆发惊人的虐童和性轻微泄案 有不少家长指控在孩子身上发现多处真恐 老师强迫幼童吃白色药片 还将孩子脱光衣服罚站进行虐待和猥胁 事件曝光后 微博热搜榜相关关键字遭撤 许多为人父母的明星如张子怡 伊能静 黄小民等都发声谴责 呼吁当局彻查事件